下午三点钟 献晚祭的时刻 我们再次为了台湾冠状肺炎的疫情 来到上帝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 献上我们的晚祭 今天确诊的人数是37例 比昨天非常明显的下降 死亡只有两例 也降得比较低 看起来整个疫情的控制是越来越有效果 在这37例里面 其中台北的是有18例 新北的是11例 显然台北比新北要来的稍微严重一点 而从环南市场之后 我们也听到虎林街 从今年6月1号到现在 总共有13户人家 有30个人确诊 这13户里面有8家 他是在家庭聚集的里面感染的 我们真是要为虎林街这里来祷告 那新北的控制显然比较有成效 到底能不能违解锋呢? 侯友谊市长以前好像比较持反对的意见 不过昨天他说呢 他说期待7月12号能够让民众的期待能够成真 那到底能不能违解锋呢? 指挥官陈时中部长今天说 他说整个违解锋的评断的标准呢 除了疫情的控制之外 还要看全民的警觉心 以及应变的作为的速度能不能提高 到7月2号为止呢 全球总共有1亿8千多万人确诊 死亡的人已经达到390万7千多人 疫情持续的蔓延 再加上粮食价格的飙涨 以及疫苗取得的缓慢 让那些比较落后贫穷的国家 他们的处境呢 非常的艰难 但是我们仍然来宣告圣经里面 可靠的上帝信实的话语 当上帝选招积淀 来做以色列的领袖的时候 他为上帝组了一座坛 这座坛的名字呢 叫做耶和华沙龙 意思就是上帝 他是赤平安的上帝 我们就用上帝的这个名字 来向上帝组坛 来向上帝来祷告 上帝要我们到你面前 来为着台湾来祷告 我们为着双北 我们为着全台湾各地 我们要来主一座坛来献给你 这座坛我们要取名 是耶和华沙龙 是上帝赤平安 主啊愿你的平安临到台湾 临到双北 临到那些疫情的热点 求你的平安临到 你的心意是赤平安的心意 你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沙龙 你是赤平安的神 主啊我们为着全世界 这些许多贫困的地区 落后的国家 我们特别来向你祷告 主啊让他们粮食的价格 能够持平 让他们疫情不至于蔓延 求主你伸手来挡住这些病毒 求主你在这些 疫情严重的地区 无论印度 无论巴西 无论我们念不出来的国家 主啊你都在那里来做主 你在那里我们向你祷告来祖坛 说那个坛叫做耶和华沙龙 你来赐平安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恳求 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